各位好,我们来看那个 今天的Litcode的问题 今天Litcode的问题是第 1980题 他的题目的大意是 找出唯一的 二元 字串 好,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题目是说 给定一个阵列 的字串 那 这 里面有 N个唯一的 所谓的Binary String 然后每个长度都是N 所以 元素个数是N 字串长度也是N 好 那请你去返回一个二元字串 他一样是长度是N的 但是他并没有出现在这个 阵列里面 这个答案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个嘛 所以这边我们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一个 二进位的问题嘛 那所以他应该一般来讲的话有可能他有好几个答案 所以你只要找出任何一个就可以了 好 比方说是像这边来讲 我看他这个第一个例子 他 第一个例子 这边的N当然就等于2嘛 这边的话当然就N是等于2 那N等于2的话他原则上他的二元帧列 的个数当然是2的平方等于4 那他这边有列举两个 所以 11就可以了 11就没有出现了 像是这样的情形 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 00跟01 另外一个是三个的 像这个答案你可以传回 101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 题目 那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里我们还是把 这个辨识的部分关掉 那我们接下来拉过来一点 那我们看他的一个限制 这边一个限制 这里限制当然很清楚 这边的限制 N的 这个 是所谓他的那个正列长度 那 每个字串长度也是N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 那N呢他是 1到16 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将所有的 呃 二元字串你将整个都跑一次的话他总共是2的 N次方 那 当中 我们这里也知道他 的每个字元不是0就是1 那 同时呢每一个 字串都是唯一的 好 这是还有一个条件的限制 好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啊 其实解法蛮多的 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这种解法是 去 所谓的counter 的 diagonal argument 去解他 好那我们这里介绍所谓的counter Diagonal method 这个其实 他是用来 证明 所谓时数 时数这样一个集合呢他是 不可数的所谓的uncountable Infinite many numbers 好 他是不可数的 那你谈到可数 不可数当然就有 对应的概念当然就是所谓的 可数 可数的意思你要弄清楚啊 可数的意思是说假设这个集合 当然当然你要先说他是 个数是无限多 但他跟 自然数所形成集合他是 形成一一对应 一一对应 那这个counter的Diagonal的一个方法呢 他是主要的一个 考量啊当然就是说他是假设我们就把 考虑 考虑 01线段 这里面所有的时数 他要去证明01线段这里面的时数不含0 也不含1 这样的时数呢他其实是 uncountable uncountable 不可数的 那他会先假设 他是可数的 所以他这个是用所谓的矛盾的 找出一个矛盾的一个方式去证明 那既然是可数的话 你就可以把他罗列出来 所以 这里面呢我们就先 一一罗列 假设这个是 第A0个数字 后面是0点 然后我们就一直 一直下去 应该是很多 那我们这边就写到 这边是A1 到这边的话这个是 an 好 那我们 其实他的小数点以后 不是0就是1 刚好跟我们那个问题是蛮接近的 只不过他是 无限多个 那你可以罗列 那 他的一个论证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说 好 我只要考虑 这个对角线 这个对角线呢 我只要找出一个数字 不在他这个罗列 罗列的一个清单里面 那我就找出矛盾 那你怎么去见呢 其实蛮简单的 也就是说 我们 要找出这样 不存在的东西 其实我们就 如果这边是 A00的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换掉 所以你就只要 将他的DI个 小数点后面的DI个 数字呢把它换成 1- 换掉 AII 好 那这个实际上来讲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建构 你只要找 找出一个不存在的 那我们只是说在 电脑里面 我们 我们所限说的当然就是在 在有限的里面嘛 当然就 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 你这个counter 对角线法 你会数学证明 程式 本来讲 写法也是差不多的 好那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的 有关程式部分是 大概是怎么撰写的 程式的撰写呢 我们这边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有用不同的方式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是 在这边我们就采用 counter的对角线法 好 那所以你这里一开始 当然就先把n把它找出来 像这个 这个当然 这个我们是用ln 也可以啦 那原则上呢 我们要传回去的一个 长度呢 当然就是 跟这是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你可能全部填1 或全部填0 那无所谓 甚至你用乱数去填也可以 0跟1之间乱数也可以 其实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就跟我们刚刚的对角线法完全一样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 第i个 第i个 只要跟他的对角线的那个元素不同就好 他不是0就是1 所以用1去减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字元嘛 所以你再把 将那个 0的 s key code再把它加回来就好了 所以 程式就这样 非常简单 你会数学证明 你也会写程式 你会写程式 那你的这个 所谓的counter diagonal method 你也会弄得更清楚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好 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好问题 好我们这边先采用python方式来实作 好我们这边先采用python方式来实作 那 所以 我们这边先要找出他所谓的 n值 n值也就是 他的 这个 串列长度以及 基本上他是说两个长度都是一样的 包括 numbers的长度 还有 numbers 里面数字的长度 都是一样都是n 所以呢 我们要传回去的那个字串长度 也是n 那我们一开始呢 假设先都给 全部是0好了 或给1也可以 基本上他只要 没有出现就好了 好那我们这边应该是 乘以n 好 然后我们有个回圈 到底就 结束了 那我们的回圈当然采用的是所谓的 对角线法 counter的对角线法 那 比较好的话当然是用 回圈 加上 enumerate 这个函数 enumerate enumerate 啊里面当然是放我们的这个 清单 numbers 好 那么我们去看 这个 x呢 这个字串 他在 DI的 的字元 是不是 等于 0 如果是等于0的话 我们当然要把他 换成1 OK 好 另外的情况 else 也就是说 他在DI的字元 他等于1 你就把他换成0 好 然后这样就好了 当然最后你不要忘记要把 这个答案把他传回去 他答案要的是字串 不是串列 所以呢 将串列转为字串也很简单 我们用空字串去join 我们的 ANS 这样应该大概就好了 好 我们让他执行 好 这边有个错误 稍微打一个U 再执行一次 好 我们看一下 嗯 拉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Case 也都OK了 好 好 我们让他 Submit Submit 这个Submit 当然也没有问题 好那另外我们 也可以用C++ 啊 C++ C++的部分呢 我们 当然做法跟那个 也是蛮接近的 好 好 我们下来